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四个当事人 分别是周先生和黄女士 还有你们的孩子 两个孩子都来了 今天一家四口来到我们静脉调节 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 跟我老公过了三十多年 我错的也是错的 对的也是错的 我今天来这里 评理一下 控制在哪里 不能过下去都过 不能过下去分开 我跟他过了三十三年 基本上就是说 吵了三十三年 我们两个都脾气了 就是针尖都没忙 叫那个嘎尼 大工具 也打发了好多 今天把这个事理清楚 能过就能过 不能过分开也可以 但是现在我儿子我也管他 你记得我儿子也是不来 我都不来的 你主要是为了他 我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大姑娘他已经生了儿子了 现在我儿子 现在就是每天 就沉迷于网络 更天晚上不睡觉 既然两个孩子都来了 你们也有诉求 那你们也说一下好吗 我爸爸妈妈 吵了这么多年 觉得对我们子女的 就是伤害特别大 把关系调节一下 不管是离婚还是不离婚 希望家庭过得幸福 弟弟小周这边呢 爸妈的他们两个婚姻 感觉是不幸的 最主要是我父亲 我母亲关心的是子女 我父亲关心的是自己 他们两个问题呢 对我们倒是很大的 你爸爸的诉求 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的 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啊 不在我身边 首先要解决的 还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对吧 妻子将矛头指向丈夫 丈夫说儿子问题最大 而一双儿女却认为 爸爸妈妈这样的婚姻 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一种伤害 说到诉求 这一家人 基本上是各说各话 彼此没有呼应 听上去问题非常复杂 但妻子黄女士说 他们家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因为所有的伤害 都来自丈夫老周 第一个 叫爸 86年 花了五个月 一瓶罐头礼 我就吃了 吃了回来 给他说了一声 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牛妈爸爸吃的 我说我吃了怎么样 他都打我 是因为他的暴力 导致孩子也没保住 对 就是因为一瓶罐头梨的事情 对对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梨子 任何人都可以吃 但是我再叫他不吃 你这个梨子 你要吃的话 当命运吃 我都不说什么 他嘴还黑得狠 他怎么样怎么样 你在家跟不在家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是没有 当时我这个人 就是个心态 我就看起来 我就感觉不舒服 我就问一声 问了他还问坏了 当时有没有动手打他 打了 他就打给我包奖了 当时知道他怀了孕吗 知道 你觉得你的这个做法妥不妥 妥妥 她的皮肩都爆炸得很 她说最后都跑了 你跑出去几个月 你没有流产的 往我家里跑干嘛的 哎呦 你要讲实在一点 还有一次05年 两个外甥 带一个我外甥水衣服 带我家里吃饭 他刚刚吃好 外甥刚刚走 我不记得是讲句什么话 过后他听得不舒服 他就打我 把我衣服全部脱下来了 那一次我真是 我心里很崩溃 我过后我自己 我自己剥个菜刀 我都自己剥了三刀 我是怕他拿他死了 你是用这种方式 才让他停下来 对 爬一门那里爬了 把门全部就关起来了 小女儿就在那里 踏哭 当时你小女儿 就在你们身边 看着你们两夫妻 打成这个样子 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这个外甥在武汉 被我先驱 我是得得着他的帮助 才过去的 平时有什么过节 就是叫他到我家来吃饭 但是我到他的家里吃饭 还吃得多一些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小气 外甥来吃饭不高兴 前就走后就在我面前说 所以一直说 不应该叫外甥来吃饭 然后你就动手了 我不是我动手了 他反正还自己 背景还爆炸 我背景爆炸了 一吵的 我都不要推他 推他一下 他就往肠上爬 往肠上爬的 我都把那个脚一拉 衣服就不拉掉了 拉掉了 他最后就抓起 把他对手多散刀 多散刀 你当成他我吗 我马上把他就这样一抓 什么血出完了 我把手带一抓 还是外甥死一步 外甥来的 把他送到医院去 送到医院去 到时候我人都昏过去了 我人都是昏过去了 我就被他气成这个样子了 我自己来的医院抢救 怎么就打了 你说我打了 顶多是一个巴掌 像我们打人 也不说打了好多 你们两个的争吵 你拖他也好 打他一个巴掌也好 你们的小女儿 都在旁边看着 你们不顾忌一下吗 没想过对孩子 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吗 就是有这个事 从来我是不歧视的 每一次启示就是他 他要启示 还要想我顺着他 所以你们是 只要你们两个的脾气 一上来 其他人都不重要 当我不说 小女儿是打大 站在我身边 孩子二十六岁 不管男孩 都是短 如果说对妻子动手 是对方的暴脾气所逼 那么对孩子们呢 老周真的如妻子所说 对待自己的三个子女 也同样是 无论弱小 不分男女的 举起拳头吗 那个时候 我刚毕业嘛 我有一点轻度抑郁 其实我是在生病状态 状态不太好 但是我爸爸 他不会说 让我去求助医生啊 什么的 他就是 他就是看我胡说 胡说八道在那里 他就直接就 就用水泼我 打我 为什么从小到大 为什么没有挨打 那是因为 我可能成绩比较好 没有做一些错事 他就没打我 反正我是通过这一次 我是看亲了 我爸爸 他是解决的问题 就是简单粗暴 周先生 女儿在患有 轻度抑郁症的时候 你也是这种方式 我这个压力啊 确实要好大 要买了房子 要买了房贷 跟老婆听得这样吵 孩子这个状态 又不是我定一天两天 我的邻居 他天天在我们那个邻居啊 在那里 伺候院里面 又骂人 又说人 那他不是正在患病吗 是患病啊 患病 但是我就叫他不要说话 我才威胁他 才要打他 就是这个意思啊 刚刚女儿用了一个词 来形容你 面对这些问题 你的方式就是 简单粗暴 这个肯定我认口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得到 任何人的帮助情况下 我的治理方法 应该当时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也没有其他的 爸爸刚刚说的那个 你能理解吗 我不能理解 我跟你说 我爸爸妈妈每次讲话 我跟他们沟通 都不能有效沟通 刚刚是大学毕业 我都跟他们说 我说爸爸妈妈 我说 我上了大学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 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那是因为 你能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然后我在学校里面 看到好多的同学的 爸爸妈妈互相沟通方式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以前可能没有接触 这些同学 我就以为 我的爸爸妈妈 吵吵闹闹闹 都是床头 吵闹闹闹 我以为是正常的 后来才知道 我一闭完夜 我就跟他们说 要服软 要示弱 然后还要不要吃亏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们的家庭 是缺少爱 就是不要为了一些钱 大家都什么事不沟通 没有任何人听我的 在你从小的记忆里面 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 不太好 我爸爸出软门 你的丈夫打完工回来了 哪怕没有赚多少钱 但不应该到火车站去接你 或者是什么地方等着你 一回来来个拥抱吗 我觉得来个拥抱 其实这个愿望 真的很好实现 但是我们家人从来没有 那你在家里感受到的是什么 感受到就是没有爱 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病情 我觉得我跟我家庭 环境是有原因的 我现在是学医的 我自己也在调节 我自己的病情 你们家今天这样的状况 你觉得谁的责任更大一些 我一直强调 家庭一定要有效沟通 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眼睛看着对方 我每次跟我妈妈讲话 我妈妈就坐在那里 在那一个人在 喽喽喽说说说 然后我在那里说什么 她从来都听不进去 也不听 妈妈特别能唠叨吗 我怀孕七点钟回家 饭都不吃 一直吵架 吵到凌晨两点钟 她对我爸爸有意见 她就在我面前 一直讲我爸的坏话 就一直说一直说 我都成为垃圾桶 就受不了了 我都快闭风了 我跟我爸爸沟通 我爸爸就不会那么啰嗦 但是我爸爸跟我妈妈在一起 我爸爸也很啰嗦 我妈妈也很啰嗦 我现在已经想通了 之前是蛮有点恨我爸爸的 然后我今天一定要过来 就是跟我弟弟一定要过来 就是我希望我的家庭 还是挺幸福的 因为我也作为妈妈了 作为妈妈 我知道那个天能之论 有多难得你知道吗 过去的事情 你都可以放下了 你更希望的是 营造一个更好的家庭氛围 给孩子们 对 因为之前不给她 有效地刺激的话 到时候小孩子又出问题 那到时候真的解决不了了 周先生和黄女士 女儿刚刚说的 你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要加点幸福是 女儿说的问题 你都同意吗 同意 我心里好痛啊 我没有时间 招呼女儿 我自己是从妈妈过来的 我是这样的心灵 我没有表达出来 武汉那个房子黄单 来 我负担蛮重的 还要我这个女儿去还蛋 我听明白了 你的压力也很大 对 但是你的压力大 有没有想过 你把它给的是女儿身上 你想对女儿好 但是你却把你的 所有的唠叨和压力 全部给了女儿 女儿已经受不了了 你有没有想过 这种方式对女儿 其实也不好 我女儿 那个时候 对我也有好大的意见 她的心情 叫她的爸爸 你还要我负责 我负责 你还要我负责 你还要我负责